針對中階至入門級繪圖卡市場 AMD早前發布Random HD5570繪圖卡 其中XFX為搶佔市場 推出型號為HD557XZH的繪圖卡 支援DirectX11及內建UVD2硬體加速引擎 以滿足高滑質用家的需求 今次送差的XFX HD557XZH繪圖卡 核心代號為Redroot 繪圖核心內建400個Stream Processor 20個Texture Unit和8個ROP 它的規格基於Random HD5670 分別在於Random HD5570的核心時脈只有650MHz 比Random HD5670低 成為了兩者在繪圖核心的最大區分 同時Random HD5570和Random HD5670的另一個分別 是在於記憶體配置 與Random HD5670搭載的GDDR5記憶體不同 Random HD5570搭載1GB容量DDR3記憶體火粒 介面為128bit 而這片XFX HD5570XZH繪圖卡 貴足減低成本 只是搭載8顆ATI-DDR2記憶體火粒 同樣提供1GB記憶體容量 和128bit記憶體介面 但是記憶體時脈只有1000MHz 雖然繪圖卡的規格有限 但是它的定位主要是在於 會入門級用監 提供支援DirectX11的支援 以及高畫質應用 Random HD5570核心內建 UVD2硬體加速引擎 繪圖卡提供DVI D10 HDMI輸出端子各一組 亦都對應AMD Icefinity技術 而且支援HDMI 1.3A規格 以及高清音效BeatStream 可以對應Dolby 2HD 和DTS HD Master Audio等的音效輸出 以滿足高畫質影音用家所需 在散熱效能方面 由於Random HD5570的繪圖核心 最高功耗底是45W 限制時最高只有10W功耗 繪圖卡散熱器設計簡單 XFX HD57XZH 繪圖卡 創造了鋁質散熱器 配合6CM的風扇 為繪圖核心散熱已經很足夠 以繪圖效能而言 XFX HD57XZHF2 繪圖卡 比較公平的Random HD570更為信息 不過價格同低一個級別的Random HD5450 只是相差大約8多港幣 不過3D繪圖效能有明顯的差距 因此有亦構為Random HD5450 但是有對遊戲應用有要求的用家 不妨改為考慮這一片 XFX HD557XZHF2 繪圖卡 XFX HD5550 XFX HD5550